大家好,欢迎收看,茂生说。今天我们来聊聊家庭收入。如果家庭收入分为七大等级的话,大部分是五、六等级。你会在哪一等级?衡量一个家庭实力的指标很多,最常见的就是家庭收入。但是家庭收入只是一个财务数据,不代表家庭真正的实力。能够代表家庭实力的,应该是家庭净资产和净收入。 简单的说就是收入和支出之差。依据家庭净资产和净收入两大维度,家庭实力可以分为七大等级。财富积累是金字塔型,人口分布是岛金字塔。 第一等级,富豪家庭等级。净资产超过一千万,年收入超过五百万。老张,家庭资产一千五百万元,负债五百万元,净资产就是一千万元。 这就是富豪家庭实现了财务自由,买菜自由,吃饭自由,旅游自由,买车自由,买房自由,出国自由。 过着神仙般的生活,奢侈场所是购物地。这一类家庭很少,不到家庭总数的0.001%。 第二等级,富豪家庭等级。净资产超过五百万但不超过一千万,年收入超过二百万但不超过五百万。 也算是富人行列,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,都是非常奢侈的。 也算是财务自由的家庭,买菜,购物,买车自由。 一年有两次旅游,特别重视孩子教育,给孩子的后路都铺垫好了。 这类家庭不到总数的0.32%。 第三等级,高收入家庭等级。 净资产超过三百万但不超过五百万。 年收入超过八十万但不超过二百万。 这是草根阶层能够通过努力实现跨越的天花板。 主要集中在一二线城市,在金融、保险等行业,家庭不超过百分之十。 生活算是高大上能够超越百分之八十的家庭。 算是成功人士,高考是改变阶层最好的途径。 第四等级,中等收入家庭等级。 净资产超过二百万但不超过三百万。 年收入超过十五万但不超过八十万。 这算是中产家庭,生活不好不坏,也算能过去处于中等水平。 买菜自由,买房买车不是很自由,旅游几年就能出去一趟。 关心孩子教育,渴望增加家庭收入来源,能够努力达到这一等级也算成功。 第五等级,温饱家庭等级。 净资产超过五十万但不超过八十万。 年收入超过八万但不超过十五万。 生活算是能够解决温饱,住房不大但够住,存款不多但不紧张。 住院有保障,买房有公积金。 基本上算是能过得去,工作压力大,但是很努力。 第六等级,低收入家庭等级。 净资产超过二十万但不超过五十万。 年收入超过三万但不超过八万。 普通劳动者能够增加收入涨工资是最大的希望。 不管是建筑行业还是普通员工,改变命运是最大的愿望。 心里的苦只有自己知道,心里堵得慌,存款少得可怕。 第七等级,贫困家庭等级。 净资产不超过二十万,年收入不超过三万。 不敢谈买菜自由,买菜都要看价格,更不敢谈旅游自由和买房自由。 每天都要看看自己的存款多少,买房要逐个看楼盘。 生活非常苦,医疗是基本医疗,住房是老旧小区,害怕失去工作,害怕存款减少,风险太大。 今天不努力,明天回到原始社会。 最后,看到这七视频的朋友们,大概知道自己是哪等级了。 最后想跟大家说,我们加油吧。 我是冒伤,要是觉得视频还可以的话,麻烦订阅我们频道。 您将会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更新通知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